Hello 歡迎大家收看英國生日記第二集 如果你也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歡迎CLS我們 話說雨日已經夠21個星期 是時候可以檢查結構 我們選了一間私家的診所去做檢查 其實NHS也有結構檢查 他們叫20-week scan 是18-21週就可以做 每個孕婦都有機會做這個檢查 那為什麼我們都會選去私營機構做呢 因為我們來英國的時候 我已經有了BB12個星期 現在成功預約到NHS的產檢查 他就給我所有我還沒做的檢查 所以暫時預約到做Dating scan 即是12個星期的檢查 我們要到兩三個星期之後 才有結構檢查 一會兒在影片內 我們都會說還有什麼原因 我們會選擇私營的機構 暫時上網搜尋到 有兩間照檢查的機構都挺有名的 第一間叫Ultra Sound Direct 他也提供很多種超聲波檢查的服務 不同的week數有不同的檢查 右邊都看到了價錢 例如我做結構檢查 就要180磅左右 另外一間叫Piccababy 他在Birmingham Brumsgrove 和London都有分店 感覺這間的scan 比剛剛那間少 不過他價錢比較便宜 還有送多些禮品 送多些照片給爸爸媽媽 這間做結構就99磅 不過他的scan是2D 不是3D 我們最後選了Piccababy做檢查 嘩這麼快我們已經去到門口了 讓大家規探一下Piccababy的辦公室 裡面是怎樣的樣子 嘩 嘩 當然是一條帳 真的要生四個才有一個女 大家是不是聽得出我老公很想生女呢 祝福我們下胎有女吧 登記完 Receptionist叫我們坐在這裡等一等 嘩 你看看 又有沙發坐 又有電視看 也挺舒服的 還有一副可愛的寶寶照 請問你拍照的這一刻是甚麼心情 從此被困 看來這麼多男士要想清楚才結婚生仔 要不然真的不能回頭 你看看那些3D照片 都是癌癌癌癌癌癌的 是這樣的啦 3D照片 不過很明顯看得出這些是鬼老樣子 好像我指著這個 好可愛 今天的嬰兒21週 我們來到Piccababy做產檢 做結構檢查 我們為甚麼要過來Piccababy做呢 是因為現在NHS的檢查 是不容許另外一個人去 只是給大肚子檢查 如果你的先生或者你身邊有朋友 想陪你過去的話 都是不行的 我們過來這裡做 很需要 我的老公去見證這一刻 他都很久沒見過那個BB 第二個原因 就是這裡做是比較詳細一點 他用40分鐘的約定 比普通NHS的檢查是長一點 還有細節 而且他的價錢也是比香港便宜 如果我所知 香港做結構 好像3D或4D 都是要3千多元 那這裡就99磅 就是大概1千元港幣 其實也是挺低的 我們現在要進去檢查 你緊不緊張 不緊張 你打算看到兒子跟他說甚麼 沒有啊 他也聽不到 他聽到你說話的 你知道嗎 平時他也聽到 不用現在特別說 如果你的兒子 可能不正常 就是 那些手腳 沒有一隻手指 或者他的腎有問題 那你會怎樣 那也沒辦法 捐個腎給他 你捐你的腎給他 對 我有安然接受 對嗎 對 所以其實 對我老公來說 做這個結構檢查 都沒什麼用 沒有啊 沒有啊 做些知道可以做些預備 好了 太可惜了 如果是女兒 你可能會緊張一點 也不會 裝作 你 我擔心他會有條子 24小時後 我們昨天終於檢查完了 但因為檢查的時候 他說不可以拍片 或者拍照 所以 裡面發生甚麼事 就沒有記錄到的 想跟大家分享 我們 最後照超清波的結果 21週 照結構的結果 是 這件事 它是 3D 只有這幅圖是3D 很具細無遺的表達出來 這個最清楚 第一幅圖 先拉下來 你忍若應該看到 一個嬰兒 是用手揉自己的眼 或者遮蓋自己的樣子 是不讓人看的 做一個結構檢查的時候 他就幫嬰兒看了不同的身體部位 究竟是否健康 等等 他就說 HAPPY ORGAN HAPPY KIDNEY HAPPY BEAT 什麼都HAPPY 然後就說 Are you happy? 他就說 其實他的檢查 沒有我想像中那麼長 我上網看 他說是40分鐘 但昨天也檢查了 10至20分鐘 那麼短 25分鐘吧 但anyway 最重要是他檢查到嬰兒健康 就可以了 看完嬰兒後 有什麼心情 看到他長大了 很神奇 小小 現在也有這麼大 有 不是應該感動 應該是哭了 哭了 那些太激動了 我們看完之後 他就有這些圖給我們 然後還有一個報告 他就會說 不同的部位是正不正常 有沒有什麼問題等等 都很感恩 我們所有東西的BB都是正常的 除此之外 他都送了一個禮物的包裝給我們 裡面就有一個專門給母奶 母奶 專門 專門去裝母乳的一瓶 還有奶嘴 都是套餓的牌子 還有一包沒有咖啡的茶 因為如果人家喝咖啡 是會影響小朋友 還有一些套餐 例如是5磅的券 剛才那個茶包的15%歐的優惠券 然後最好是這個 是可以拍照的券 這個BB照片比香港便宜 我看過 但他可能只是幾百元 一千元左右 最後還有這一本 My Custard Journal 就是給你寫回 你大概每個星期有什麼心情 順便他有買廣告 之類的 他也有一隻碟給我們的 對 他也會送回我們拍攝的整個過程 所有東西都包在這裡 大概就是這樣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做父母真的很不容易 有很多東西都要學習 我們現在都準備BB用品的清單 如果有什麼用品BB一定要買的話 就麻煩大家下面留言給我們知道 遲些也會和大家分享 NHS產件是怎樣的 下次見啦 拜拜